其实我原本陷入这种情感的时候 常常是痛苦的 是胶着的 是无力感的 但很有意思的是 每次遇到困局的时候 我就打开庄子 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期望 我发现像超脱 豁达这种力量 通常都是从无可奈何而来 庄子的德冲府里面讲过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被砍掉一只脚的人 叫申徒家 他跟郑国的子产 拜了同一个老师 子产看不起申徒家 就跟他说 我可是执掌政务的大官 咱俩就别一起走 我如果先出去 你就留下 你要出去 我就留下 你得回避我 咱们不是一路人 申徒家就说 咱们同在一个老师门下学习 都是他的学生 你居然这么有分别心 子产说 我跟你不一样 你估量一下你自己的德行 如果你是品德 像姚那样的圣人 怎么还会受到断角之心 申徒家就回答他 如果辩解自己的过错 那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刑的人 有很多 但如果接纳自己的过错 认为自己不应当受刑的人 就很少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知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 为有德者能知 以前我们总说 人定胜天 可是当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 付出了所有的努力 奉献了所有的感情 却最终发现那个结果 并不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时候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破碎 你无可奈何 怎么办呢 庄子引用了生徒家的话 告诉我们 安之若命 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 我天 面对失败 面对这种非常强烈的不甘心 你要有多大的心量 才能够做到坦然接受 但为什么庄子可以 老子可以呢 因为他们看到了生命的一体性 祸福相宜 没有绝对的好事 也没有绝对的坏事 一切都是对立统一 互相转化 比如说 很多人很渴望财富 但是当他真正拥有了财富 他的内心却懂了很多的恐惧 恐惧财富的失去 很多人渴望 当他真正拥有了名望 他就会发现 他不再如曾经一般自由 所以得到的同时 也会失去 那同样的道理 失去 也不尽然都是坏事 苏托摩当年在乌台试案里 差点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 当他到了黄州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 肯定也觉得命运在亏欠他 但谁知道 上天给他关了那扇门 却也给他打开了一扇窗 让他看到了星空 他人生当中那些最有名的作品 有很多都是在黄州期间写的 可以说 黄州让他走向了中国文化史的高峰 当苏东坡和友人在沙湖道上遇见大雨 大家都没有语句 原本以为会是狼狈一场的时候 他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命运的安排 这场焦透他的大雨 也成就了那一首巨势无双的定风波 这就是生命的一体性 得到与失去永远在同步 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师傅 我问他 命可以改吗 他说可以 但是你要先认命 才能改命 我觉得那句话太有智慧了 是不是跟庄子说的很像 安之若命 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 破碎就破碎 只有体验过美好的破碎 我们为这样的遗憾痛苦过 我们才知道原来破碎 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这一遭一定会经历的感受 我最近很喜欢一个词 叫死地而生 其实破碎 就是一件事情的死亡 一段关系的死亡 我们知道最大的伤害 也就是这样 也就是这样 它并没有摧毁我们 当我们接纳了那个破碎 很奇怪的是 你的内在会自然的 长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力量 那个力量 就是真正的死地而生